50岁的大姐去给人当保姆,照顾72岁的大爷,却被雇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,大姐当时就辞职了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,麻烦动动你的小手,点赞加关注,然后就让我带大家了解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胡大姐呀,今年50岁了,原本家庭也是非常的幸福,但是就在前几年,胡大姐的老公在出门送货的时候,被一辆汽车给撞倒在地,送到医院后也没有抢救过来,当天就去世了。 从此,就剩下他跟孩子两个人相依为命了,为了多赚一点钱,胡大姐一个人做过很多工作,只要是能赚钱的,他都愿意去做。 后来有了一点本钱之后,他就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小吃店,成本不高,但是利用却非常的可观,就这样,他养活了他和儿子两个人。 后来,儿子顺利的毕业工作,谈了一个女朋友,胡大姐就想着赶紧给儿子把亲事低下来,但是女方嫌弃他儿子是单亲家庭,条件又不太好,就一直不同意这门红事,还要求儿子要买一套房子。 后来,为了给儿子买房,他就把小吃店给转了出去,给儿子买了新房后,他又跑去给儿子的女朋友说, 虽然他家条件不好,但是他和儿子都是真心喜欢他的,等他嫁过来,他啥也不用管,啥也不用干。 生了孩子,胡大姐就帮他带,就这样,女孩回家说服了自己的父母,他父母也就勉强的同意了。 两个人结婚之后,胡大姐就像当初承诺的那样,每天照顾他们小两口的生活起居。 就这样,结婚一年多之后,胡大姐迎来了自己的小孙子。 他的小孙子出生之后,胡大姐更是百般的合伙,对这个小孙子是特别的好。 而且照顾媳妇也是尽心尽力,一家人也是过得和和美美的。 时间过得很快,小孙子已经三岁了,上幼儿园了。 胡大姐也是一个掀不住的人,就想着再找一份工作。 真好,胡大姐认识一个大姐。 大姐干保姆很多年了,认识的人也很多, 很快就帮胡大姐也找了一个保姆的活。 就是给一户人家的老人每天做做饭,打扫打扫卫生, 其他的都不用胡大姐管。 剩下的时间里,胡大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当时胡大姐来到了雇主家,看到雇主家好大, 需要给做饭的是一个72岁的老爷子。 老爷子身体还行,就是腿脚不太利索。 所以啊,就请胡大姐过来帮忙照顾一下。 但又因为胡大姐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, 工资就暂定三千元,后面如果干得好的话,可以在家。 胡大姐想着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 而且离家也近,时间也宽裕, 接送松子也不成问题,就没有想那么多,便答应了。 就这样,干了几个月, 雇主看胡大姐干活利索,心也细, 便又给胡大姐涨了一千块钱。 加了工资之后呀,胡大姐就心里很是开心, 每天做事就更加细心了, 都会按照雇主的要求去做她喜欢吃的菜。 她和雇主两个人相处的也是非常的好, 在照顾老爷子有半年的时候呀, 老爷子的儿子却因为工作的原因, 便和儿媳妇带着娃娃住了回来, 孩子也就在附近开始上学了。 儿子和儿媳妇对胡大姐也是很踪重的, 后来慢慢的, 每到周末, 胡大姐就会感到自己的工作量很大, 因为吃饭的人多了, 他要做的很多饭, 又加上老爷子吃不了辣, 还得分开做。 而且, 老爷子的小孙子一到周末满屋子的跑, 导致胡大姐前脚收拾好屋子, 后脚就又乱了, 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很多工作, 这让胡大姐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, 有的时候都不能按时回家, 但是胡大姐也从来没有提过加工资的要求。 有一天, 正值周六, 是自己小孙子的生日, 胡大姐就请了假, 回家陪小孙子过生日, 平时也没有时间好好地陪伴他。 晚上他在家刚开始要吃饭的时候, 就接到了老爷子儿子打来的电话, 说老爷子下楼的时候没有注意, 一不小心就直接滑倒了, 当时家里面没有人, 还是邻居听到声音, 把老爷子送到医院呢。 现在他和媳妇都没有空过去照顾, 想让胡大姐赶快去医院照顾一下。 胡大姐当时一听, 心里虽然有一点点的不开心, 但也担心老爷子没有人照顾, 并连晚饭都没有吃完, 就直接走了。 走的时候, 小孙子一脸都不高兴, 而媳妇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, 但脸色也不大好。 胡大姐自己的心里也很是难受, 但是老爷子在医院, 他也不能不管呀。 结果, 老爷子这一摔, 就彻底起不来床了, 这辈子可能就要躺在床上了, 无时无刻都需要人照顾。 当时胡大姐就提出辞职, 可是老爷子的儿子却表示,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 就请胡大姐先帮忙照顾, 每个月会给胡大姐再加两千元。 胡大姐听完表示, 即便是加了钱, 他也是希望可以尽快找人, 接受他的工作, 因为儿媳妇已经对他不满意了, 自己天天忙着照顾别人, 自己的孙子天天回家连饭都吃不上。 老爷子的儿子当时表示, 会尽快找人, 可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, 好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一样。 胡大姐感觉他每天都要快累成狗了, 因为每天除了要做饭之外, 工作更多了一些, 每天都要帮老爷子上厕所, 还要一直看着他, 根本就离不开人, 特别的累。 一段时间过后, 让胡大姐感觉到自己不像这个家的宝姆, 更像是他们家的一个奴隶一样。 有一天, 老爷子的儿子和儿媳妇下班之后, 直接回到家, 没有见到胡大姐, 只看到老爷子一个人睡在床上, 就立马给胡大姐打了个电话。 胡大姐因为儿媳妇打电话, 说自己的小孙子放学后, 一直没有回家, 着急的赶紧出去找, 等把孩子找到后, 儿媳妇埋怨他, 一天只会忙着照顾别人。 老爷子的儿子和儿媳, 也冲胡大姐发火, 说我们花了钱, 雇了保姆, 却什么都不干。 胡大姐当时也特别愚蒙, 就说我本身过来工作, 只是为了照顾老爷子一个人。 现在, 你们全让我照顾, 照顾你们全家洗衣吃饭, 你们是把我当成你们家的奴隶了吗? 你是老板, 我就要毫无底线伺候你们了吗? 我在这儿认劳人员, 还要被你们指责, 我真是受够了, 我不干了, 你们再找别人吧。 老人的儿媳妇听了胡大姐这样说话, 她就直接跟胡大姐说, 你是保姆呀, 拿了我们的钱, 就应该好好地伺候我们。 我们给了你那么高的工资, 你连个老人都照顾不好, 你能干什么? 既然做了保姆, 当然这个家的每个人, 都是你的主人, 你有义务, 把所有人都照顾好。 胡大姐一听, 立马就不干了, 她想不明白的就是, 当个保姆, 本身就是出卖劳动力赚钱了, 照顾别人也是没有错的事。 你给我工资, 但是也不能说做保姆, 就不被人踪中吧? 做保姆有那么丢人吗?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?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评论,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 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点赞加关注, 我是小慧, 我们下期再见。